嗨,歡迎來到FLO,我是Cady,凱莉瑜珈 今天是我們這60分鐘練習的第二步 那也就是中段的部分 那中段的部分我們會接續上面的暖身 然後做一些比較多站姿跟肌力的練習 那如果你今天已經覺得身體比較有活力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今天練習 那如果還沒有的話 也可以先從上一步開始接續到今天 那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囉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首先站到墊子前端 把腳大拇指併,腳跟併 肚子微收,手來到身體兩側 吸氣上,看上大拇指 吐氣前彎 吸氣頭抬,手點地 吐氣手掌貼,腳往後來到平反 重心往前 好,彎手肘下,或是直接讓膝蓋跪地 然後再往前滑 轉肩來到Cobra 吐氣回下犬 我們停留三個深吸深吐 然後盡量把肚子收,背往上延伸 手掌持續推地 讓你的肩膀遠離而多 那如果你現在還覺得腿後側很緊的話 微彎一點點膝蓋 把背延伸拉長 感覺一下你的肚子要靠近大腿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我們吸氣右腳踢高 延伸往上 左腳踮,踮到最多 讓右膝蓋找右手臂 我們再一個吸氣踢高 吐,找右手 我們最後兩個吸氣踢高 吐氣找左手 最後一個吸氣踢高 吐,左手 好,那我們試著把膝蓋往你的腰下踢更多 再慢慢把你的腳踢往你的左邊 後面腳跟往下踩 打開左手往上踢 感覺一下腰側跟屁股往上帶高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吐氣左手掌貼回到地板 收右腳回肚子 大步踩到兩手中間 好,我們劃左手大圈 英雄二 然後前腳跟後腳跟對在一條線 手往兩邊張開 看上你的右手 然後如果想要調整一下腳步的人 可以微調一下下,讓腳盡量再寬 把前腿再蹲低 前手掌翻 來到Reverse Warrior 再兩個呼吸 好,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吸氣,右手來到你的大腿上 左手延伸,側腳式 好,保持前腿蹲 再二 最後一個呼吸 好,我們保持上面的手不動 然後保持前腿蹲低 讓右手慢慢離開平行 然後應該會覺得腰側緊緊的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吐氣手點地 後膝蓋過 畫你的右手大圈 往後找到腳 然後試著把腳跟踢上屁股 拉一下你的左大腿前側 那如果覺得還可以的話 左手橫放在地板 轉開你的右肩膀跟胸口往上提 然後試著把腳跟放到你的左屁股的外側去 感覺大腿前側去 感覺大腿前側的伸展更多 我們再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鬆開 我們退回到下犬式 看向兩腳中間 再三個深吸深吐 再三個深吸深吐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左腳提高 延伸往上 右腳踮 踮到最多 讓左膝蓋找左手臂 再一個吸氣 再一個吸氣踢高 吐 左手 再兩個吸氣踢高 吐氣找右手 最後一個吸氣踢高 吐 找右手 好我們盡量把膝蓋 吸到你靠近腰下的位置 然後再踢往你的右邊地板 後面腳跟往內轉踩下 翻開右手往上提 再三 二 一 手掌貼地收 左腳回肚子 大步踩到兩手中間 好換你的右手大圈 英雄二 前腿蹲低 看向左手 前手掌翻 前手掌翻 reverse or rear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左手來到你的大腿上 右手延伸 然後把下面的肩膀推遠離耳朵 好可以的話看向上面的手 再二 最後一個呼吸 讓左右手平行 二 一 好慢慢回正 手墊地 後腳膝蓋跪 我們畫左手大圈 往後找到腳 然後試著讓腳跟踢向屁股 好想要加深的人 我們把右手橫放在地板 轉開 左邊的肩膀跟胸口往上提 再三個呼吸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吸氣 吸氣腳邊 尾彎膝蓋看向兩手中間 準備輕輕跳 吐氣前彎放鬆 吸氣雙手高舉 回到SAMAS TITI HI 手來到身體兩側滑過地板做椅子 吐前彎 吸頭抬手墊地 吐氣手掌貼腳往後平板 重心往前往下 重心往前往下滑出去 Cobra 吐氣回下犬 把左腳往內轉45度 右腳大步往前踩 英雄一 手往上延伸 後面大腿往上推高 好我們現在讓右手 來到你的右大腿的內側 然後我們試著綁手在一起 慢慢伸直你的右腳 好覺得還可以的人 把你的左邊的胸口 跟視線往上看 然後感覺一下後背靠上 跟屁股同一面牆 我們再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好彎前腳 然後視線往地板看 我們把左腳 大步踩到你的右腳旁邊 好手還是抓緊的 我們輕輕踮右腳 然後準備帶右腳起 好平衡在你的左邊 然後試著把胸往上提 好站穩以後 可以的人 踢直你的右腳往上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 完全踢直也沒有關係 然後已經踢直以後 再試著把視線看上 一個穩定的位置 伸直你的左腳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好慢慢把腳放回到地板上 手解開 吐氣前彎放鬆 吸氣雙手高舉 回到Sombo City 手再次來到座椅式 屁股蹲 吐前彎 吸頭抬手點地 吐氣手掌貼 腳往後平板 重心往前 往下 滑出去 Cobra 吐氣回下拳 換右腳往內轉 45度 左腳大步往前 好踩溫以後 深吸 英雄一 前腿蹲低 好吐氣的時候 左手來到你的左大腿內側 然後順著把手綁在一起 好握緊後門 伸直左腳 好順著把後背 胸口 往後靠 然後視線往上看 三 再三個呼吸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前腿尾彎 看向地板 把右腳大步踩回到你的左腳旁邊 輕輕踮左腳 然後準備慢慢帶左腳起 好然後如果一次起不來的話 你可以多試幾次 然後先試著感覺一下你的腳 離開地板是靠收肚子的力量往上提 好然後站穩以後 把你的胸背往上帶高 好看向一個不會動的點 把左腳往上踢 好還可以的話也推直右腳 二 再一個呼吸 好慢慢把你的左腳往下放 那如果真的覺得腳很難起來的人 你也可以在剛剛天堂鳥的練習裡面加入彩磚 然後把它往上提可能就會容易很多 那我們試著手來到身體兩側再次往上 吐氣前彎 吸頭抬 吐氣手掌貼 腳往後平板 腳往後平板 往前 下 跑出去 Cobra 吐氣回下犬 三個深吸深吐 二 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好我們下個吸氣把手往後退腳 吐氣前彎 然後用你的三隻手指頭抓著你的腳大拇指 讓手肘往兩邊打開肚子貼腿 把頭埋到小腿中間 再試著把屁股往上拎 進入前彎 最後三個呼吸 好 試著在每次吐氣的時候把屁股再往上提 感覺重心來到前腳掌 二 最後一個呼吸 好 尾彎膝蓋 把氣吐光 手解開 手插腰 再慢慢站起來 好我們現在把腳打開 然後來到墊子的中間 腳指頭往前 肚子收緊 好我們吐氣的時候把屁股往後推 上半身慢慢往下放 然後感覺你的背是平的 還可以的話手掌貼緊地板 再彎手肘 好讓你的手掌可以的話走到兩個腳掌中間 再彎手肘往下 感覺一下你的頭頂想要找地板屁股再往上提 好感覺你的重心微微來到你的前腳掌 最後三個呼吸 好然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把腳的步伐稍微再微調一下 如果頭頂已經點到地了 你可以把腳再合小一點點 讓你的頭懸空 然後如果覺得太酸 沒有辦法伸直大腿的話 也可以稍微再把腳步打開一點點 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好我們手點地 頭輕輕抬氣吐光 然後我們把手走到左邊 好讓你的肚子貼緊大腿 然後我們可以用手抓著你的小腿 然後或者腳踝的地方 然後試著讓額頭貼往下 然後感覺一下左腿後側的伸展 然後試著兩邊的腿保持伸直 那如果沒有辦法往下那麼多的話 你也可以浮上面一點點 然後盡量感覺肚子收 然後加深你的前彎 我們最後兩個呼吸 最後一個呼吸 頭輕輕抬 我們回到中間 換到右邊地板 好我們試著讓肚子貼緊大腿 好手抓你的腳踝後方 額頭來腳小腿 額頭來腳小腿 最後四 三 二 再一個呼吸 頭輕輕抬氣吐光 回到中間 我們手插腰 慢慢帶起來 然後我們這樣腳小小的外巴 吐氣的時候蹲往左 然後你可以手扶一下地板 然後再把右腳勾起來 我們來到Skandasana 左手推你的左膝蓋內側 右手往上提 然後感覺胸口展開 還可以的人把你的手掌往外轉 包住你的左膝蓋 然後試著把你的右手伸直 胸口再往上帶高 再三個呼吸 二 好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手解開 好那我們讓左手推左膝蓋內側 右手往小腿的方向延伸 然後慢慢把你的重心往右邊走 好然後如果覺得很難把左手推直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低一點點左腳 然後可能就會比較容易過來 最後三 二 再一個呼吸 鬆開 然後我們往右邊蹲 你可以用手扶地板 或是直接踩右腳 然後把自己帶過來 我們用右手推右膝蓋的內側 左手往上延伸 好把胸口打開 好試試看把你的手往後 扣在一起 然後一樣如果你的重心沒有辦法平衡 可能因為腳踩不下去的話 你可以保持手點在地板上 然後OK的話才試著綁手 然後包住你的右膝蓋 再三個呼吸 再三個呼吸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手指也開 我們右腳推往外 然後把左手順著你的小腿往下走 然後慢慢把你的左邊的肚子往左大腿靠 好 再三個呼吸 然後感覺一下腿內側的伸展 二 最後一個呼吸 手輕輕解開 然後我們往前 轉向墊子前方 好然後試著讓後膝蓋跪 然後前腳勾 好可以的話我們做直劈腿 把前腳往前踢 然後或者是讓後腳往後退 然後慢慢進入 好 然後如果覺得很緊的話 你可以停 譬如說假設在這邊很緊 你就可以直接拿磚 墊在你的右偏屁股底下 找到一個剛剛好你覺得舒服的高度 那如果還可以的話你就再延伸 然後把前後腿拉開以後 後面的屁股感覺往內轉 前腳往外轉 好然後可以的話把你的腳背往下放 延伸 吐氣的時候慢慢往前趴 感覺一下你的肚子貼上大腿 額頭往下沉 好觀察一下你的氣深吸到後背 好 吐氣的時候往下放鬆 吐氣的時候往下放鬆 最後四 再三 三 二 好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輕輕推起來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腳先往前伸 或是把自己推起來 然後離開動作 回到下犬式 看向兩腳中間踩一踩 然後應該起來以後會很明顯感覺 兩邊的腿不太一樣 可能右腳比較鬆對我來說 那有些人可能後腳拉伸比較多 好我們讓左腳大步踩到兩手中間 讓後膝蓋跪 然後我們換左腳前的直劈腿 把前腳勾 好慢慢踢出去 有些人踢前腳往前比較容易 有些人退後腳比較容易 然後你可以選擇一個你覺得比較舒服的方式 那有需要的話一樣就是墊磚在左邊的屁股底下 然後選擇你適合的高度 把後面的腳延伸 然後確定你的右寬蓋回到你的中間 然後我們再慢慢深吸 吐氣往前趴 好我試著把上半身往下沉 然後我會把那個直劈腿的練習影片 放在影片的上方 那如果你想要練直劈腿的話 你可以去那邊看一下其他的練習動作 那可能可以幫助你的直劈腿 再容易一點點進入 最後三個深吸深吐 再兩個呼吸 好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好輕輕鬆開 好把後腳帶回來 好我們腳動一動 然後結束今天的練習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今天的影片 然後前面可能會練到蠻多的肌力 但後面也可以徹底放鬆你的腿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一步 那我們改天見囉 拜拜 拜拜